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579集 对方怕不是在搞笑吧 但是看着秦晨那严肃的表情 众人又是疑惑 似乎又不像是在搞笑啊 但是呢 无声魔狱乃是他们正道军的大本营 被约蒙老祖封锁之后 许多年不曾和外界接触了 这家伙的妻子怎么会在无声魔狱呢 刀魔至尊 疑惑道 你的妻子死死 秦晨点头 不错 刀魔至尊 赵媒道 小友啊 你的妻子不知为何会在我无声魔狱啊 许知 我无声魔狱已经多年不曾和外界有过接触了 而且你说的这个名字 本座似乎从未听说过呀 说着 他看下了洛音和魔物两人 你们俩可曾有听闻 他心中猜测 秦晨如此年轻 莫非他老婆也是年轻一辈中人吗 那他不曾听闻也正常 毕竟 正道军族群弟子不少 他也未必个个都认识 洛音和魔狱咬头 喂 刀魔至尊大人 我等也不曾听闻 这是 那洛音咬喻了一下呢 阁下 我无声魔狱这些年来 自被冤魔老祖封锁过后 已经多年不曾和外界接触过 唯有从外界进入过一些人 但从未有一个叫做思思的 不会是阁下搞错了吧 秦晨听了 微微地皱眉 难道思思并未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吗 而这时 周围的正道军之人不由地纷纷冷笑起来 可笑 死人找老婆居然找到无声魔狱来了 哼 我无声魔狱乃是正道军总部 听说死人乃是人族特使 我正道军身处魔界之中 怎么可能会有人族前来 要我看来 他根本就是随便找个借口 想要大祭祀他们出面 可恶 这小子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 就算是找借口也不找个好一点的 这不是把我正道军之人当白痴吗 简直太过嚣张 一群人全都是恼怒 在他们看来 秦臣根本就是随便找个借口 刀魔至尊 脸色也是微微有些不好看 因为秦臣所言 的确是太过耸人听闻了 秦臣的语气肯定的 我妻子绝对在无声魔狱之中 她乃是魔神公主练心罗的传人 不会有错 什么 魔神公主传人 难道是圣女殿下 死言一出 全场接阵 所有人都是华人 看着秦臣的目光瞬间变得极其的不慎 甚至有一道道杀气萦绕而来 如果说之前他们对秦臣不满的话 那么现在那绝对是有着杀意沸腾了 在他们看来 圣女那是高高在上的孙子 甚至可以说是 她这么许多年轻一辈武者心目中的神女一般的存在 现在听到秦臣竟说他们心中的神女是她老婆 这立即让不少的年轻武者们怒气冲天 轰的一声 当即有不少人上前 一个个身上爆发出来了惊天的杀意 甚至是直接出手教训秦臣 圣女名会不容泄露 让我退下 刀魔至尊立刻了一声 猛然地抬手 爆发出的气息阻止众人上前 然而 凝重地看着秦臣 你是说 你要找的妻子思思 是我郑道君的圣女 天下是吗 刀魔至尊神色严肃 眼神灵灵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圣女 我只知道 她当初是被炼心罗公主收为传人带走的 所以定然在这无声魔欲 秦臣目光坚决 放肆 还敢亵渎圣女殿下 找死 其他的武者怒气冲冲 哼 阁下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亵渎我郑道君圣女 刀魔至尊 你验证过对方身份没有 此人怕不是冤魔老祖派来的奸细吧 轰隆的一声 而就在这时 一道轰鸣之声响彻起来 就看到虚空之中 一道道可怕的气息浮现 从那总部星辰之外的诸多星辰之中 突然降临过来了一股可怕强横的气息 这是一鸣鸣至尊高手 各个身上绽放出了磅礴气息 有初期至尊 也有中期 中期巅峰至尊 修为不凡 气势惊人 这群人一落下 整个广场之上纵横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强横的气息化作天罗帝王 封锁这方天地 禁锢虚空 这些人正是郑道军各大族群的至尊高手 也是郑道军这些年来抵挡 约魔族入侵的中流砥柱 而开口之人 则是一名中期巅峰至尊 一身修为极其的强大 比这执法殿的古魔长老都只强不容 身上散发着腐朽古老的气息 此人一落下便目光阴沉地看着秦晨 涌现出了令人心计的杀意 轰的一声 他凝视秦晨 二话不说 大手猛然地探出 直接朝着秦晨镇压而来 竟是要将秦晨直接抓射起来 大人 悬空至尊脸色一变 立刻出现在秦晨的面前 一道可怕的空间气息激荡而出 鬼魔至尊 住手 悬空至尊立合道 轰的一声 他施展出来空间屏障 牢牢地抵挡住了出手之人面前 然而 只是阻拦得了一瞬 悬空至尊施展出来的空间屏障 便发出了一道咔嚓的碎裂之声 紧接着 轰的一声 他那空间屏障 直接粉碎开来 那大手继续落下 关键时刻 刀魔至尊猛然抬手 瞬间将这鬼魔至尊的攻击 拉了下来 都住手 刀魔至尊沉声道 悬空至尊 而那鬼魔至尊 此刻目光眯着 却是盯着 悬空至尊 不仅是他 周围还有其他的至尊高手 此刻也都看着悬空至尊 眼神吃惊 年轻一辈天骄们不认识悬空至尊 但是他们这些老一辈的正道军至尊又怎么会不认识悬空至尊呢 毕竟都是从远古时代扛过来的战友们呢 魁南至尊 阴风至尊 阎明至尊 是我 诸位好久不见 悬空至尊 见到熟悉的朋友 忽悠地激动 悬空至尊 想不到你这个老不死的居然还没死啊 其中一名至尊 惊喜地道 当年 你被 冤魔祖追杀 不等侥幸 躲入到了 无声魔狱中 躲过来追杀 以为你已经被冤魔老祖给杀了 想不到你还活着好好的 真是太好了 悬空至尊哭笑了 我也是侥幸才活下来 能见到诸位 也是我运气不错啊 悬空至尊 转身对着秦臣道 当然 这些都是我正道军当年一同抵抗冤魔老祖的战友 也是最早建立起来的正道军的一些先辈 说着 悬空至尊 就是急忙对着鬼魔至尊的人道 诸位 相信我 秦臣大人 绝对不是冤魔老祖的奸细 此人乃是人族盖世天骄 通天间隔的传人 此次前来无声魔狱 的确是为了找他妻子 还请诸位万万不要动手 哦 你如此肯定 宁风至尊 沉声道 心中似乎有所异动 而一旁的鬼魔至尊 却是冷横一掌 嘿 玄空至尊 你说此人不是奸细 就一定不是奸细了 你对此人很清楚吗 玄空至尊猛道 自然清楚 其实我和秦臣大人认识不少时日了 当年我被冤魔老祖追杀 只能躲在深渊之地 自以为躲过了冤魔族的追杀 隐藏得很好 其实早就已经被冤魔族发现 冤魔族派遣虚魔族监视我空魔族 我还以为安全 最后是秦臣大人出手 直接灭杀了虚魔族的高手 解救了我空魔族 连虚魔族族长都死在了大人的手中 否则的话 我空魔族早就已经全军覆没 一个都不留了 此外 大人之前还打破了黑暗一族的计划 令得黑暗一族在我五简魔语中 黑玉大陆直接崩灭 让冤魔族损失惨重 所以我敢用性命担保 大人绝对不可能是奸细啊 玄空至尊急忙解释 是心惊战 他不是担心秦臣 而是担心郑道军 玄空至尊很清楚秦臣的为人 别看秦臣现在很好说话 那是因为对方是来寻找自己妻子 不想把事闹大 事实上 以秦臣的手段 连冤魔老祖都敢对抗 黑暗一族在冤魔族的大本营 都被秦臣给覆灭了 他又岂会畏惧眼前的郑道军呢 一旦秦臣发起狠来 即便是无声魔语中 郑道军也要吃亏的 毕竟 玄空至尊很清楚 秦臣身上拥有万计魔术和魔魂元气 这两大神器 由这两大神器 魔进任何地方他都去的 无惧凶险 玄空至尊的话 立刻就让诸多郑道军 至尊强者们心中一动 玄空至尊是最早一批加入郑道军 揭竿而起的对抗魔族的 有玄空至尊背书 让众人对秦臣的感官稍微改变了一些 说得好听 你用姓名担保 你有这个资格吗 而就在这时 鬼魔至尊 愣横道 他跨前一步道 诸位 玄空至尊虽然曾是我郑道军议员 但是诸位别忘了 我无声魔语早就已经暴露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有了 让视频 感谢观看